不是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呢 最近有一部非常紅的動畫 叫做天竺鼠 吃吃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裡面其中一隻 Potato 就是它名字就叫馬鈴薯 我們就先用UberEat 下單我們所需要用的材料 在等待的過程中呢 我們先來Hit Sebi吧 喔 好了 我們的材料都來了 這是我從UberEat上的全年訂購的 就是因為要做這個長相 所以要訂購很多 可以幫它拿來做裝飾的 海苔醬啊 然後咖哩粉 金沙 你們一定會覺得 這好像是自己要吃的 沒有 這是認真要做的 然後火腿 黑木耳根 對 這是我自己要喝的 這不是很重要 首先呢 我們要先來做它的CQ BodyBody Body Language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成功 什麼意思 其實要做這個了 有點緊張 我很久沒有做類似的東西了 以前啊 做這種造型的啊 感覺都是在日本漫畫裡面 才會看到的 就是有種很偶像劇 女主角要做給男主角 出去遠足 或是中午用餐 所以就會特別幫它買 小 究竟我們的車車可不可以成功呢 好 這樣子 截起來呢 我們可以放一些油條下去 放個兩顆 這個是剛剛用Uber E教的 把它擠上去 然後為了讓它美味 我裡面想要加一些明蘭汁 接下來就可以把它捏起來 這樣塑形一下它 因為大家也知道 它正面看起來是有一點點 捷韻的那種感覺 這樣遠一點嗎 我就不能把它當成理車嗎 我要當Rich People的馬鈴薯車車啦 Rich Potato 接下來我們來做馬鈴薯 它的那個前面跟後面咖啡色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要用這個 咖哩粉來幫它染色 剛剛應該要再去年買一些那個 咖哩醬包才對 我這邊要當頭 因為這邊很寬廣 欸 我覺得超難的耶 接下來呢是它下面的輪胎了 四顆 輪胎的話用明太子香鬆 因為你知道嗎 還是 加暴度 東西啊 請問一下 喔 好香喔 先做四顆球 七龍珠 四顆好了 這是輪子 紅色… 這看起來超漂亮的耶 先煮個木耳 我們現在要來裝飾其他的 好香喔 火腿的味道 木耳好了 車窗是上面的這一個長條形的 這樣壓著 我多吃醬了 是不是太大塊 跟車窗是差不多位置的 戳進去 它的嘴巴是一個屁股 然後現在用海苔 好臭 這樣子 還OK吧 戳進嘴巴 好 還不錯耶 目前看起來滿成功的 我本來預期可能會有點奇怪 可是我現在看起來滿可愛的 沒力了 它看起來好像小白耶 大家有看過蠟筆小西嗎 裡面的那一隻那個小白 要切雙子掉 然後我本來想要拿金沙當眼睛 這我發現這一對比 眼睛可能會有點 有點像脫汤的感覺 所以還好我有買這個 也是用Uber拿在全店買的 其實這個我本來是 就是雜誓拿來自己吃的你知道 我覺得它很快彈出來 我們來替它變化一下好了 加個眉毛 看起來才會像眼睛 完成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小耶 但它可是真的用的狗粿味耶 看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有沒有真的有澀澀的感覺 我先拍一下它 完成了我們的 馬鈴薯Potato澀澀 看起來很可愛耶 有沒有 剛剛我室友就說 我們等一下呢 反正就是把它切開 我說說等一下 你剛剛說什麼 切開看一下剖面啊 因為我們剛剛裡面有放肉鬆跟油條 我說什麼 你要什麼 零食切切 這樣紅對吧 好啦 我要來吃吃看 你們要看剖面嗎 我到底要不要吃剖面 你們覺得咧 可是你們回答我的時候 我已經吃完了 好 那我 我先挖一顆輪子 給你們看一下 零太子下面看起來很棒 我覺得明太子香叢比我預期的好吃耶 因為最裡面我才有用美乃滋下去 做一些比較濕潤的處理 所以最外面其實 單純只有明太子香叢會覺得有點乾 所以我決定要加一些海苔醬 跟著順便一起配 我本來其實想要用海苔醬做眼睛的 但是因為我想說眼睛其實好像用那個巧克力 看起來比較就是活靈活現啦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是要做給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話 就還是用海苔醬啦 不然我怕吃鹹的突然就是吃到一個巧克力 到最後就說你看誰的影片 怎麼會在行的裡面放巧克力 然後我看千千的影片 不可以這樣子 賣小孩 我這樣子把後輪都吃掉 我不要這… 欸怎麼辦啊 我其實很害怕是這種耶 因為這種不管吃哪裡都覺得好像很殘忍 我先把後面的屁股的車窗先吃掉 海苔醬果然很百搭 挖著挖著 然後就挖到裡面的油條了 有一種好像在沙身的感覺 我們來切個剖面吧 雖然說剛剛覺得有一點點殘忍 但是呢 我覺得切個剖面看起來 會更知道我們到底做什麼 裡面放油條 油條 因為很像是吃到它的那個骨頭耶 阿咪豆… 哇 看起來超可怕 而且裡面肉鬆顏色看起來超像breathing的 這個節目是 是誰 剛剛不是已經送到了嗎 因為 你被約配了 沒有錯 我現在用UberEA點它的生鮮雜貨 只要30分鐘就可以送到家喔 而且你在等待UberEA生鮮雜貨送到的同時呢 你還可以妥善利用你的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 像我剛剛就去洗米了 然後平常的話你也可以先看劇 或是先好好的隨便搭班 都可以 很方便 全聯合跟UberEA還有獨家的合作 所以你可以節省家裡面的空間 不必囤貨 不必一次買很多 想說我冷的跑 賣了 你用UberEA叫它就到了 它現在有了生鮮雜貨之後呢 可以讓你的生活更便利 你可以買一些可能清潔用品啊 缺美妝類的啊 或是缺衛生紙的時候 比較大型奇色的時候會比較麻煩 你就可以直接用一鍵下訂 它就會直接送到你家了 是不是覺得 喔 太太烘焙呢 沒有錯 因為 噗咪噗咪 想不到吧 噗咪 一轉眼回來 我們就出現了UberEA的袋子了 想不到吧 好了 其實我覺得大家前面的時候 應該已經有猜到了 因為我是UberEA的超級 始終用戶你知道嗎 認真始終 而且我還有用它的優想方案 優想方案就是你買199之後 你就可以免運了 好吃耶 這台才這樣 但沒有配我有點感 可是那個肉鬆跟油條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一支馬鈴薯車車的內裡 非常優秀 它雖然叫馬鈴薯車車 可是裡面是肉鬆跟油條 我說是應該要準備馬鈴薯 筷在它身體裡面 這樣比較符合馬鈴薯車車的感覺 它只剩一半了 看起來有點可怕耶 莫名有一點點血腥感 因為像我就是幾乎每天都會 不是幾乎每天 我就是每天都會訂的人 我給你們看我有多誇張 真的就是每天都會訂耶 是誰搶走了我的下半身 沒關係 我還有UberEA 但是我現在要開始吃它的前半身了 可能就會有點偏血腥了 所以這時候是不是應該要先把眼睛吃掉 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像 噴噴噴的感覺 大家有聽到嗎 不是它骨頭的聲音喔 是油條的聲音 我就是個老油條 說不太會 左上角應該要來上一下 我的同事做的那個 天竺鼠車車的樣子 這是我同事做的 這是我做的 我同事做的天竺鼠車車很驚人耶 我連兩天都會打開LINE 特別放大再放大 因為我覺得太長 太幽默了 我繼續先把油條挖完好 可是油條挖完 我很怕它崩塌你知道嗎 而且算是它的脊椎你知道 我覺得我做的最好是它的嘴巴 我覺得我的嘴巴做的微妙微翹的 微妙微翹 是翹還是翹 糟糕 真的假的 就是有一點那個屁股做得很棒 你不是穩足的嗎 但我真的很容易害你搞混耶 我一天到晚害你搞混東西 我認真覺得這個是可以去野餐的時候做的耶 或者是要做你男朋友女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很適合耶 可是你要把它吃掉的時候就 你為什麼要吃嘟嘟 我先把車窗移下來 把車窗移下來 長得好衰 好可愛喔 這是有車窗的時候 這是沒有車窗的時候 哇 這 它長得很人耶 雖然大家對UberE都是今晚我想來點什麼 但是還是很希望UberE都找我合作 畢竟我每個月在UberE上面刷的錢 很驚人 真的很方便啦 不是我在收 我要很殘忍的挖它囉 很殘忍喔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為什麼要吃車車 屁屁 它現在這兩顆眼睛超可憐喔 少了眼睛我覺得應該比較沒有那麼可憐 喔 嘴巴 好可憐喔 最後一口 我們的天竹竹車車 只剩下一顆輪子 還有兩個眼睛 那是我的飯後甜點 我的飯後甜點是吃泰白酒 吃完了 今天呢 使用UberE的生鮮雜貨訂的這些材料 除了可以讓我節省時間去做其他事情之外 真的很方便耶 因為你知道不用自己提的大包小包 然後呢我覺得今天做的天竹鼠 就是我們的馬鈴薯車車 TAMAKO 是嗎 就是我們的馬鈴薯POTATO 其實我覺得做起來真的還滿可愛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或者是說很多次然後 就是當情侶便當 也唱便當感覺也是滿有趣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兒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拜拜 是誰 搶走了我的麥克風 沒關係 我還有我的噗噗噗 噗噗噗 噗噗噗